蘇浩兒、Croey和吳兆軒 在ViuTV的新劇Food Buddies 和譚善賢發展一段三角戀 雖然劇中有大量的親密戲 但兩個人都不尷尬 不知道兩位現實中活會想嘗試三角戀呢? 我只是試過一個單對單的戀愛 但如果真的能夠三個人這麼坦誠 其實我也沒有問題 似乎可以想像到是一件挺有趣的事 但一定要是大家都沒有受傷 和坦誠才是關係的核心 Croey就怕難以應付 我覺得這個關係是很新的 但我自己未必能處理 因為我的愛意 我是一個很容易偏心的人 就算我買公仔 我都會跟其中一隻玩 或者我不敢養到一隻貓 因為我會怕分薄了牠的愛 所以人我應該不敢嘗試 我一定會偏心 其中一個 你喜歡看BL的東西嗎? 我也喜歡 要兩個霸佬總裁 兩個很英俊 就是漫畫出來的 就是孔劉和李東勇 對 孔劉和李東勇 立即好像 我可以分心了 可以了 這個是非常形象化的東西 可以了 可以了 兩個人未算太熟 對於拍攝攬石器 也有幫助 其實我自己覺得 是不會最好的 你覺得嗎? 我想想想也是 如果那個人太朋友 會容易笑出來 一去到那些 scene 其實我想很多演員都是 特別安靜 專注 講清楚 我們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而進入先 提到拍攝熱氣之前 要向另一半備安 自稱單身的Chloe 就覺得 搖轉重另一半 不願意公開 感情狀況的軒仔 又怎麼看呢? 女朋友通常就是 她OK 沒有問題明白 但會傳你兩個月 是嗎? 總之就交代清楚 對 安全一點